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翻到背面 把这两个边分别都朝着这条线来折 然后底下的纸层一起拉出来 不要做出折痕 之后呢 这里沿着这条边把这个三角形往下折一下 之后呢 打开 底下的这个尖朝着这个点来折 之后呢 左右这里再恢复 把这个尖折向这个尖 也就是说 是沿着这条边来折的 另一个方向也是同样 之后呢 沿着这里的这三条线做一个兔尔折 后面的纸层一起往上拉 然后呢 这里里面的纸层把它给扯下来 上面还是沿着刚刚兔尔折的折痕 然后让它在这里压平 就变成这样了 之后呢 到背面 沿着这条线把它给折上去 并且底下的这样子压平 然后呢 这两半稍微打开 然后翻成白色的 沿着折痕把它给顶出来 再恢复 左边也是一样 然后呢 连接这里的这两个点 往下折一下 之后呢 把这里的这个纸层 这样子折上来 从这个点开始折 然后呢 也是连接到这个点 左边也是一样 之后呢 把这里的纸层这样 扯上来 再压平 左边也是 之后把这个整个纸给这样子 对折 然后把这片 这个边朝着上面这个边来折 之后呢 这里朝着这里的竖线折 然后呢 底边再朝着这里的45度的折痕来折 之后呢 要把这个角给折下来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折回来 就是让这里稍微露出来一个纸层 之后呢 把这块这样子打开 这个点朝着这个线上的三等分点来折 这样子大概是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折上去之后 这段的长度和这段长度相同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上面这块打开 然后推过来 沿着角的三分之一线 来把它给压平 然后呢 再把这个底边朝着顶边来折 并且把右边的纸层在这里摊平 就会形成这样 在背面也是做同样的处理 首先一整个纸层折上去 然后呢 这里朝着竖线折一下 再朝着45度线折一下 之后呢 折下来一小块 让两面露出来的大小相等 之后 这样子打开 折上去三分之一的长度 再把上面这块打开 并且往右这样子压平 沿着角的三等分线 也就是说 这三个角 大概需要是相同的大小 之后再把这块纸层折上来 之后呢 来处理这里的后腿 首先呢 给你们看看 这样子趴在地上的后腿是怎么折的 沿着这里的横线 把这块纸层往下做内翻折 然后沿着这个边 把这一层纸层往左推 然后呢 让这里的纸层和这块纸层对齐 然后压平成正方形 剩余的也是压平 之后呢 把这块三角形折上来 连接这个点和这个点 再把它折到背后去 之后呢 这条边朝着这条边来折 打开 在这做一个内翻折 这块呢 就会成为那个趴在地上的后腿 那么把它给恢复一下 我这只老虎打算做成站着的样子 到这步为止都是同样的折法 这个小角沿着底下的边把它给折过来 之后 从这个点连接底下的这个直角 把这的纸层折到中间去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 这里折一下 再做内翻折 这样就是站着的脚了 背面也是同样的处理 之后呢 处理一下这条尾巴 先看到这个边 把它的右边这个四分之一点找出来 从这个点开始 底下折上来 这么一样的一小块 捏实折痕 然后呢 再沿着这个折痕 把它的尾巴翻出来 变成这样 之后呢 把最外面的两层这样子翻开 这个就是尾巴的处理方法 之后呢 这个边朝着这条线来折 打开 并且做一下开放成折 之后呢 沿着这里 之后呢 沿着这里 把上面的折下来 之后呢 做一个外翻折 里面的这个纸层 一样的把它给拉出来 稍微整理一下 之后呢 把这个纸层往后折 这条边朝着里面的这个 最底下的凹陷处来折 背面也是一样 然后把这里折下去一个小角 之后呢 里面的这个纸层 把它给塞到这个缝隙之间 这样子塞进去 然后呢 现在这里 多出来的这个纸层 把它做一个内翻折 藏到里面去 这个尾巴这里 要做一个断折 捏着它 然后 左右沿着这里 往里折 然后弄完之后 尾巴的底边 和身体的底边 在同一条直线上 如果你们做的那个脚 是趴着的脚的话 尾巴的底边也和脚的底边 在同一条直线上 之后处理它的脸 这个尖朝着这个点 这个点来折 然后呢 这个边再朝着这个边来折 之后沿着这两个折痕 做一个断折 之后呢 把这个头给弄成立体的 这边稍微的顶开 然后呢 前面的这个脸 这个里面的纸层 一个往左 一个往右 这样子 手这样子捏好 然后把它的鼻子捏出来 然后呢 把这里底下的这个尖 往后折一点点 然后嘴巴就差不多是这样 之后呢 把它的这个手 这里垂直下来 折一条线 然后呢 再连接到这个点 这里做成立体的 这里连接这个点 然后尾巴呢 把它捏细一点 左边的纸层 往中间折 然后前面的纸层 我们可以一起戴下来 捏一下 然后呢尾巴 把它给旋转一下 这个作品不需要上什么胶 就稍微整形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今天的这一只狮子 就完成了 嘿 对我那头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 最后再评论去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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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